嗨 大家好 我是林野婷老師 你想要隨時收到 最流行的資訊嗎 還想要隨時知道 變美的訊息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記得趕快訂閱喔 Emma 我們來看看妳 我呢 千辛萬苦的Emma 找什麼呢 就是一隻以來 大家都說很多長板衣 就像剛剛林野婷老師 對 長板衣對我來講 只是妳的串衫而已 然後每次去客店家 去哪一個國家都一樣 長板衣 然後拿出來一筆 你怎麼到大腿 擋屁股 或大腿一半 所以我就是隨時隨地 我隨時隨地都有在看 我想說到處去逛已經沒有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夜市看看 只有我們通化間夜市 裡面一家店找到 不是喔 它是賣睡衣的嗎 沒有 它就都很多長板衣 可是這個是它的 劇長 然後它也有那種 長板衣還有一個困擾 就是我們又不能買 真的太寬太寬的 或是繞肩太筆 我第一次看妳穿 這麼寬的T恤 因為她喜歡穿有巨腰 可是像妳這種貼身的褲子 如果再又穿太貼 妳就整個人會太細長 我媽媽很討厭我穿那樣 因為她就很討厭我看起來高 所以我穿成這樣的時候 她就說 這樣對了 不是 這很難找 這超難找的 而且又不能 因為如果穿的它太闊型 我們穿就是很壯 太打直 很恐怖 就變一個長方形 不只立體柱 之類的 所以 然後像我還有 對 我去 好長喔 太長了吧 好棒喔 然後它就是到了秋天 我就會再去找一些那種 可以穿不好的外套 而且它是窄的 對 窄的 而且它有口袋 也是窄的 然後兩個顏色都包著 對 它有口袋 然後非常長 而且它這一件尺寸比較小 一定 我說老闆只有這兩個色嗎 他說我只有這兩個色 我說你不是再進多一點顏色嗎 他說我進什麼色你都會買嗎 他說對 你說你什麼色我都會買 而且這個就是 好看 對 春夏秋冬都可以亂搭 其實 這個真的是一般人的長洋裝 對 也來比一下 佩姐來啦 拜託啦 這到我的膝下 我超開心的 好啦 就長洋裝 天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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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放喇叭 我沒辦法放喇叭進去 滴在她身上好大滴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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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沒有好一點 這個有小一點點 對 而且連打字幕都開到腰了 這個比較短一點 板型比較小 所以長度不一樣 可是它這個口袋 你永遠拿不到東西 對 太下面 口袋太下面 好可愛喔 對 所以那時候就看到 就很開心 就是你知道 而且是連那種價錢都不用看 真的 其實也不會太貴啦 但就是一定要馬上買走 因為這錯過就沒有了 OK 很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球鞋 雖然我的腳是39 可是我覺得生完Baby之後 好像有變比較 大 就是有一些正三九都穿不下了 然後像我們那個 這樣會變大 會變大 然後像那個鞋子我也會找 那這雙鞋我有找比較久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特別 就是他們這個型號有很多顏色 270 對 可是這個顏色我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然後這次是在韓國 我們去參加音樂季 然後我跟你講 音樂季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球鞋 然後看到這雙鞋的時候 第一我們是找到它的色 而且是在江南那邊 在星沙洞 它就是有比較 所以到底它這個色吸引你什麼 就是灰灰 曝曝髒髒 沒有 它穿起來 它讓腳的延伸會讓腿很長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買了團鞋 然後這個好處就是因為它的尺寸 有從女生尺寸到男生 所以我就是跳在男生的最小號 跟女生的最大號 然後就買到 25點 對 那個很難買 我們要完成它千辛萬苦要找 最大號 長版外套 因為說實在的 剛剛 這種長版的 比如說像嗨講 老師剛剛講的這種 Oversize的 長版外套 它剛剛的羽絨也是 對 小個子穿起來有點over 也不難看 對 大個子穿起來也好看 對 可是有沒有什麼反過來 只有大個子駕馭得了 這樣它心態會平衡一點 就是 對 小個子不行 秋冬我也很難買 路上看的都買不下 今年蠻多這種 Oversize的外套 我今天特別為了亞倫 準備了很多件 可以讓它來嘗試一下 請 對 第一個 就是像這種 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它 可能袖子會不夠長 可是你看它裡面有一個縮 縮口 多層次的搭配 所以它就是要拉上來的感覺 好多 就是不要全長 不要全長 對 你可以試試看 其實今年穿這個外套 剛好它穿帽T 就是要把帽子翻出來 對 然後因為它 那它就等於是不要拉 平常我們都是要這樣 稍微拉一下 它就是不要拉 這個就是要讓你繡手錶的時候 所以要懂了 為了這個外套 一千多塊的外套還買是不要 對 好 那我們再穿讀者 好 我看要找一個無敵大人 Ema姐好像很多外套對妳來講 口袋都太高對不對 對 妳好多 因為我剛剛看妳擦 好像都擦了 擦了 擦擦擦擦 對 PEN姐是擦不到太低 我是擦不到太低 所以秋冬我會花大錢 會買的是外套 這一件它的特色就是 其實是已經算是 別人穿是用OVERSIZE的角度 然後 袖子真的都太高 但是 因為 我最近也有在穿這個 我的外套大部分 妳問小凱也是 我們都很難找到全場的外套 其實 我們每件外套都是8 9分 7分 然後還要告訴大家 我們冬天不冷 不冷 手不冷 所以我後來會買一些袖套 就是我的外套裡面 像它這個就是 有一點把它折起來 因為這是秋天的外套 所以妳也不一定 人家剛好這樣很尷尬的時候 妳乾脆就折起來 然後它的袖子 就是故意有點寬寬的 長度是OK對不對 對 長度剛剛好 然後再來 比如說還有這個 這個可以 可以 高圍有一點 快到了 快到了 沒有 通常這個時候我就會去放 我很多外套是 我很多的外套是進步放 進步放 就是它會放到最後的步 然後裡面再貼一個布 然後把它縫起來 這就是進步放 像是可以帶給大家 可以做一集 高校進步放 然後這個 就是很高的人怎麼修改衣服 跟很愛的衣服 對 那要叫媽媽來 佩潔媽媽很會修改衣服 我後來也找到一個 很會幫我修衣服的服裝師 這個就是睡袍風格 對 所以這樣今年也滿流行的 看我都找不到口袋 比較高一點 但是這邊 但是是舒服的 但這個可以進步放 它裡面還有這樣 可以進步放 所以這樣進步放 我可以到這兒 就對了 對 了解了 在前面 不早上 什麼 不早上 就這樣去 你冷靜一下 就這樣 怎會 有 冷靜一下 你冷靜一下